对男性朋友来说最在意的无意是哪方面能力下降 宗金补起阴囊潮时 一级前列线增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今天就针对这三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三个方子 将这三个问题通通一网打尽 首先第一个说说宗金补起 其实在中医看来呀 那方面疲软时间短能力不尽人意 多是慎重的阳气不足所导致的 那么因为阳气有振奋宗金的作用 所以当阳气不足宗金振奋无力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疲软 时间不理想的情况 那么平时这种类型的患者呢 还容易出现怕冷啊 下肢容易水肿啊 尿皮尿急啊 药气酸卵啊 容易拉肚子呀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步步渗养了 我们可以参考金贵肾气汤加减 那么其子说说阴囊潮湿 阴囊潮湿多是犹豫什么呀 肝胆的湿热 湿往下走所导致的 因为肝经巡行 浑扰宗金呀 所以肝胆湿热就会导致阴囊潮湿情况的出现 像是平常呢 觉得大腿跟住容易出汗呀 阴囊潮湿呀 骚痒啊 一会儿重啊 还总是觉得嘴巴里发苦呀 胸闷呢 赖八卦下面 有一种张同感 心情烦躁 容易生气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龙胆 蟹肝糖 加减 赖青食 那么接着说 潜力线增生 那么潜力线增生在中医看来 多是气质血瘀所导致的 气血运行不畅 产生的一种瘀血组织在下胶了 那么就容易出现潜力线增生的情况了 像是平时总是觉得 会音部的胀疼啊 像东西在拉扯似的 小腹部 时不时的还会觉得有刺痛感 那么看看舌头发现的 舌下的青筋黑子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活血化鱼了 我们可以参考 桂枝茯苓汤 假解了